欢迎回到欢迎全世界 我们继续把焦点转到俄乌的战场上 那么根据乌克兰第28独立机械化旅的指挥官 向CN描述在前线战场的最新战况 他表示说现在巴赫姆特北部的战况 非常的艰困 俄军现在是试图要包围巴赫姆特 而且不断地取得小零星的胜利 主要是想要切断连外道路 而且根据他在前线所传回来的这个消息 就是乌军方面已经没有足够的弹药 炮弹这些榴弹发射器 再加上天气方面 这个溶雪再加上大量的雨水 天气对于死守在巴赫姆特的乌军 是非常的不友善 所以也有军事分析家就说 巴赫姆特要失守可能是迟早的事情 那你先看到说在前线的指挥官 亲自的把第一线的消息 传到这个世界上告诉大家说 巴赫姆特确实非常的惨烈 是不是真的守不住 最近在看到有一位德国的军事分析家 他说确实也知道说这个地方其实不好守 乌军可能也守不住 可是就是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拖垮 来消耗俄军的战力 巴赫姆特守得住吗 将军您的观察 我觉得指挥官的观察是最好的 指挥官说这个是僵局吧 辞职在那边而且很血腥 你打也打不胜如果你被包围被切断 后勤补给没有你怎样要投降了 如果指挥官认为说我先撤向后撤离 然后等我战力再整补了之后再回宫 所以这个地方你说战略上有什么改变 我想不太会改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 这个恶务战争打到今天啊僵局到现在 就是战略上的错误一直发生 比方说普京他想要知道乌克兰会这么坚强的防守 他就是不投降就要防守 打到这么惨烈的时候他先退以后再反攻 请问普京会这样打下去吗 他知道西方包括美国或是北约会支持乌克兰 他会这样打下去吗 战略性的错误 第二个我觉得乌克兰他自己也是 他自己没想清楚 之前如果他早就完成备战 早就做好准备 你说普京他会这样做吗 所以两个不断的发生战略性的错误 我们大的环境看完之后 我们看小的环境 如果这个指挥官在前线 他认为我没有机会 也不太可能会在这个短暂时间打赢 撤退 把战力保存 整补再出发 而且西方国家跟北约不断的在给他武器 训练他 教育他 更尽量武器 再把他夺回来 所以两个战略错误 没有想清楚 没有做好准备 而乌克兰其实都发生了 刚刚您说战略上的错误 然后接下来就是 就算巴赫姆特失守 您也觉得说 其实就是撤退到 保留他原 还有部分的一些军力 当场指挥官是最清楚的 这个场地 我能不能够继续守下去 如果被包围被切断 投降可能更惨 撤出来保留战力 再整补 是 不过一边现在在打的同时 一边也传出说 赶快来谈吧 这个乌军在巴赫姆特这个地方 死伤的非常的惨重 但俄军也是如此 国际上就传出说 各种要替这个 俄乌双方来调停 希望能够赶快上谈判桌 赶快先来谈停火 在之前我们看到 中国大陆呢 是在2月24号提出了 12点的这个和平提案 他们的立场 提出了中方立场之后 包括北约成员国 像英国 法国 德国 也都提出了 以北约提供军援支持乌克兰 来换取呢 这个乌克兰寻求和谈的方案 那在这个时候呢 又看到印度也跳出来 这个莫迪呢 他就要在3月1号 3月2号 这两天举行的G20的外长会议上 要提出印度的和平方案 BBC就分析说 这个印度的欧和平协议呢 会牵动到印中俄 这三国的关系 还有呢 中俄方面呢 能不能够破冰等问题 永福老师 您觉得 这个中国 北约的英法德三国 再加上现在刚刚讲说 印度也参与咖 但大家都在想 谁提的和平方案 到底俄乌双方都能买单 如果用消去法的话 是不是英法德就 直接就跳过去 非常有意思 最后那句话是非常OK的 因为英法德北约 已经是实际上的参战国了 所以很难进行调题 当然俄罗斯方面会觉得 你在说啥 一边提供武器 一边给钱 然后一边要来说不要打了 但是那个限在哪里 另外一个 现在问题就来了 印度当然是跟着中国的脚步 印度是完全认为自己是大国 你不认为他是大国 印度是百分之一千认为自己是大国 所以当 中口过多 另外一件事 大国的想法 大国的想法 大国思维 而且人口 不过那个都 实际的数字都不是 他就算这些数字都不算大国 但是他还是认为是自己是大国 所以他可以为这场战争尽一些信心这样的 自己可以想一下就好了 现在当然也不一样 所以当然中国站出来的时候 印度说不定啦 应该说他当然也不承认 印度是跟着中国的脚步 他必须要在这里有一个角色 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 到目前为止中国跟印度对俄罗斯的出兵的制裁相对都比较模糊 就是美国方面或欧盟或者是北约所诟病的或者是攻击的那一部分 所以也就是说再来 如果真的要调停 那真的就不能啊 不能喔 不能支援 不能支援俄罗斯 但是问题这件事情 中国做得到吗 印度做得到吗 说不定印度还比较容易做到 也许各位同意 印度跟中国比而已喔 印度跟中国来相对比的话 印度相对上容易做得到 所以说不定啦 硬要说的话 印度提出来方案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但是如果个人的意见的话 并不认为说调停有办法发生具体的作用 老师我刚刚从你的语气 你想到参考看看来说 事实上就是感觉没有什么希望的 和平大家都希望不要再有死伤当然 然后经济状况大家也可以回复 所以那还是得看现在中国 但是现在你们要全世界一搜寻的话 还有谁有那个力量呢 美国当然不是 欧盟不是 中国和印度 但是中国的立场各位也差不多知道 说不定印度更值得参考吧 我个人意见而已 我们前两天有特别讨论到 就是说中国大陆方面的话 大家现在就看什么是一个最佳的timing 这个什么时候出手 可是刚刚特别提到说 这个俄乌和平的协议 现在包括说北约 刚刚你讲说直接跳过 那中国还有包括印度 都要提这个和平协议的方案 可是就看俄乌双方能不能够接受 但为什么说会牵动到俄中 还有印三国的关系 维恩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在学校教谈判 谈判要嘛就双方来谈 可是真正在作战的不是只有乌克兰 乌克兰跟北约是混在一起的 所以取消制裁这个乌克兰不能决定 所以现在没有办法双边来谈 所以一定要有第三方调停者 可是第三方调停者你必须要确保中立 所以无论如何中国跟印度是不能提供军援的 对就是对俄罗斯绝对不能提供军援 那第三方调停者不只是立场中立 你要够份量 那这个就是印度不足的地方 因为我跟你讲你真的调停下去 我讲白了啦 如果双方愿意退 弄个缓冲区 那请问谁来维持秩序 YES 那你不用派维和部队进去嘛 所以要有份量 你的维和部队进去要双方尊重 而且维和部队要花钱 那这个谁要出对不对 那如果始终方案搞不定 那这个时间就会拖长喔 那你准备的预算是不少 那还有乌克兰另外求偿嘛 那重建怎么办 你搞不好还要捐一点钱 这个部分印度就做不到 你刚讲分量其实就包括了军力跟财力啦 当然是啦 就这样看一看的话 印度就没有办法 目前全世界的IPO啊 中国出了百分之六十的兵啊 这个当然要财力支持啊 那当然他那个兵不一定是危险区啦 有一些是 就是有一些是災难救助等等 所以你要做调停你是要有实力的啦 那当然立场要站稳 所以拜登就讲出了重点嘛 他认为中国提出来的方案是哪里 哪里怪怪的 哪里怪怪的 那个重点当然是 那你就不要资源 是啊 所以他在找证据 重点嘛 重点在这里 所以一被发现 或者是 有没有资源呢 中国自己知道 一边资源一边提供和平方案 本身就怪怪的 目前是被指控的是 载货的无人机啦 等等啦不管如何反正 或是其他的零件 也说 或是补给东西 没有错 我觉得还是国家利益啦 每一个国家在为自己的国家利益在思考 所以这个调停啦 但出面调停的话就像刚三位都有提到 很高啊 三位都有提到说 那个立场的公正性的问题啦 所以也就是说 原则上那个 没有要够分量 你看土耳其就跑不来 不提供军援这是基本的要件 土耳其调停半天啦 对 以色列也调停啦 都没用 法国也想调停啦 那为什么马克宏应该先去北京 因为马克宏知道他搞不定 背后这个大哥 背后面的大哥 中印的紧张关系会不会因为说这个调停这个部分 应该不至于 不至于啦 因为印度也是俄罗斯的朋友 中国事实上真的是 比较游刃有余啦 就那个分量上 第二个是他也是乌克兰的朋友 是 那印度真的就是跟乌克兰关系没那么深 那中国其实两边都是朋友 所以大家现在也在外界也现在在看说如果中国大陆真的能够出面 抓到一个最好的timing 出手 调停成功的话 对于国际上的影响力 就大大的增加 马上回来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